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会介绍的是 由我国选手维高杰对阵泰国选手江东叉的比赛 维高杰从9岁就开始使用 维高杰是武林峰的硬汉 维高杰的职业战绩为56战43胜 而这个江东叉来头非常不简单 江东叉成获得WBC泰拳世界轻量级冠军军腰带等等 赛前江东叉的战绩为229战189胜 可以说已是于极具实力的选手 比赛开始后 经过短战四档后 维高杰以撤撤的暴提江东叉 结果被踢住了 江东叉很快开始招拳来挑衅伟高杰 不过维高杰马上已接了下将江东叉暴摔倒地 接下来被再次中心了 江东叉竟开始疯狂来挑衅伟高杰 这直接激起了维高杰的斗志和怒火 而后双弯马上进行了激烈 而又凶猛的对拼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维高杰就抓住机会 以高扫外加重拳中计了江东叉的头部 第二回合开始后 双弯再次涨压了激烈的对拼 接下来在双弯对拼过程中 江东叉用出了违规动作 以附加的顶级多次暴提维高杰 江东叉也敞到裁判警告 而后奉怒了维高杰 以震动外加撤出来的继续暴提江东叉 接下来被再次暴提的江东叉 又开始招拳来挑衅维高杰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当双弯长斗抱在一起后 江东叉又再次用出了违规动作 江东叉又再次敞到裁判警告 接下来双弯马上进行了相互扫踢 而后在双弯对拼过程中 伟高杰抓住机会 以重拳外加高扫再次中击了江东叉的头部 第三回要开始后 江东叉依旧还是不依不劳 再次以招拳的方式来挑衅伟高杰 而后当双弯再次长斗抱在一起后 江东叉又再次用出了违规动作 这次裁判真的看不下去了 再次给了江东叉警告 接下来奉怒了伟高杰 以撤出来继续暴提对手 而后伟高杰以连续重拳 将江东叉直接打磨了 紧接着被再次中击了江东叉 又开始来挑衅伟高杰 这直接让伟高杰再也无法忍受了 伟高杰直接以怒吼回应 接下来伟高杰以连续撤踩腿外加重拳 将江东叉打到根本无法招架 裁判前线没有拉住伟高杰 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 最终伟高杰以绝对优势赢下了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在面对对手的多次挑衅 愤怒的伟高杰风力爆发将对手彻底打残了 没有将对手直接KO 已经算是对他很仁慈了